您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我是陈波画 印度在去年底发生了巴士性侵案 由于手段相当残暴,引发了强大的民怨 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也让印度长久以来性侵频传的问题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的面前 事件的发生要回到去年12月中旬 一名女大学生跟男朋友看完电影 在回家的途中搭上了一辆私人巴士 遭到司机跟五名同伙的性侵灵虐 被害女子跟死神搏斗了十多天 最后是伤众不治 整起事件震惊了印度社会 群情激愤示威不断 歹徒的手法固于残酷 律师公会甚至拒绝为嫌犯辩护 这件性侵案受害者的姓名并没有公开 示威者称它为达米尼 20年前一部描写为性侵受害者讨回公道的保莱坞电影 女主角就叫做达米尼 而印度语当中达米尼是代表着光明 中央社助新德里特派员何鸿儒 用镜头忠实记录了事件始末 包括了声援达米尼以及反性侵的集会 并且访问了印度学者 性侵受害人和律师 还有参加示威活动的台湾女志工 从各种角度带您综观达米尼事件 还有印度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全球视野以两集的专题报道完整呈现 首先带您回顾引爆了一连串示威 震惊国际的达米尼事件 2012年的最后一天 新德里街头 没有烟火 没有歌声 没有心灵 民众集结在印度门前沉默游行 一盏盏烛光 伴随着无言民众的脚步 送的是那太早凋谢的美丽生命 肃穆忧伤弥漫在干冷的海叶里 去年12月16号 印度一名23岁女学生 跟男朋友看完电影 搭上巴士准备回家 但是这班车 却载着他驶向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阿瑟斯基跟伪装乘客的武林歹徒 在车上集体性侵这名女子 甚至还以铁棍无情灵虐 她的男友一同遭攻击 最后歹徒将两人弃至街头 女学生奄奄一席 整体事件手段残暴 令印度举国哗然 愤怒的民众在跨年夜绝食抗议 他们表示不能再忍受了 过去发生在母亲们 姐妹们身上的事情 通通都错了 印度政府没有公布受害者的姓名 示威者称他为达米尼 在印度语中 达米尼表示光明 1993年 一部描写为性侵受害人 争取公道的宝莱坞电影 女主角就叫这个名字 但是达米尼并没有叛到光明 她因为伤势严重 后送到新加坡伊丽莎白医院治疗 民众也在她当晚乘车的车站 献上鲜花为她祈福 但是达米尼和死神搏斗十多天 不幸因为多重器官衰竭 在12月29号的凌晨去世 这些机会不可以 在这么大级的级程中 每天都好 每天都要出现 而且在印度的德里 是最可怜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 阿们尼并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的警察都应该回应 因为我们的警察都应该 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警察都会 因为我们的警察都会 有黑眼镜子 我们的警察都会回到德里 他们招了女儿 他们在路上 40分钟 他们在路上 警察都会通过四个 警察都会通过 印度婦女遭遇性侵家暴 时有所闻 警方习以为常 达米尼事件终于引发了 民众长久压抑的怒火 集体抗议社会重男轻女的观念 尤其无名化受害妇女 强迫受害者嫁给施暴者 这些做法都再再助长了性侵的气焰 根据警方统计 2012年在新德里 发生多达706件性侵案 比起前一年增加24% 达米尼事件发生之后 甚至2013年截至2月15号 德里共通报181起性侵案 几乎天天都有女性受害 律师古温德 曾经为遭受性侵的 贱民女子打官司 他说被害人出于羞耻感 或者是害怕歧视的目光 很少报案 性侵案发生的频率 可能远远超过统计数字 早上有很多状态 这些状态传统 现在女人们将来发展 提出这些事件 所以可能这些状态传不增强了 但这些状态传统 增强了 也有印象是有罪犯犯罪犯 透过媒体的关注 会改变社会的态度 和法律系统 警察失职 社会冷漠 一连串的错误 让印度人怒火中烧 寄望改革 声援达米尼事件的民众 串联成全国性的抗议 根据路透社的报导 耶旦节前夕 有上万民众涌入首都心脏地带 发泄怒火 人数之多 可比2011年抗疫堪负的群众运动 国际媒体如时代杂志 也连续多期报导此一事件 去年从台大政治学研究所 毕业的郑欣伟 一毕业就到印度担任国际志工 他也出现在队伍行列 在台湾就十分关注性别议题的他 回想起了十多年前 叶归的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彭宛如 遭到性侵杀害 引发了台湾第一次夜间大游行 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社会 那也是因为他的牺牲 然后才让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那包括女权团体发起了一个大游行的活动 然后以及接二连三开始广大的民意就是 对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政府也不得不做出回应 然后展开很多制度上的改革 彭宛如的香消玉允 唤起台湾社会 对妇女人身安全的重视 印度呢 达米尼事件又改变了什么 我们不是个儿feel 在这个手放棱net中 能够靡里面看 tercer 然后手放棍号 来自热闹生 把各地区域 面对民众抗议 国际指责 印度政府终于修法严惩 回应冲天的怒火 只不过民众没有那么容易感到心安 警察可以加派 法令可以严格 但由阶级与宗教产生的妇女地位问题 盘根错节 烛火如豆 亦是灯 达米妮事件让我们看到印度妇女 常年处在父权社会下的阴影 达米妮事件唤起了最深的愤怒跟恐惧 因为被报道出来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印度民众实在是忍无可忍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所公布的资料 平均每22分钟就有一名女性遭到了性侵害 在达米妮事件过后 印度各界呼吁修法重诚性侵犯 不过猖獗的犯罪似乎没有减缓 性侵犯的判刑比例只有26% 让歹徒能够逍遥法外 还有印度社会长期以来 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 女孩在结婚时会带着大笔嫁妆 走入另外一个家庭 被娘家视为过客 或者是赔钱货 在家中地位相当低落 而另外在经济上又高度的依赖男性 也造成了印度女性的地位无法提升 对女性的轻蔑无礼 延伸出了性骚扰 性侵害跟家庭暴力 成了印度女性一生得面对的无尽恐惧 印度性侵暴力层出不穷 达米尼曾死唤起各界写思 格里市长迪克希特 曾在达米尼过世当天 试图参加反性侵集会 却被示威群众请回 案发两周后 迪克希特总算首度加入群众行列 数十家媒体试图采访 但迪克希特在安全人员组成的人强借户下 面色舔心 不发地语缓缓离开 达米尼案爆出印度社会 长久以来的弊端 政治人物不敢等闲视之 因为就连过去 很少加入示威行列的白领阶级 这回也站出来 身处优势地位的中间分子 特别是男性 开始意识到在性别平权改革上 扮演关键角色 新德里著名医院的医生强德 就是广场上 声援达米尼活动的乘客 我是两个美丽的女人 我自己非常关心 我立刻关心他们的安全 如果我感觉 我政府和社会 不可以保护他们 我必须走路 我必须保护他们 重男轻女的结果 不只让印度女性长期处于弱势 更严重影响到人口结构 印度人视女性为皮钱或 选择性堕胎盛行 长久以来 印度严重性别失衡 印度男女人口比为 一千比九百四十 尽管相差悬殊 这还是矫正过后的状态 十年前 一千比九百三十三 二十年前 一千比九百二十七 都能看出全印度有成千上外的女婴 在娘胎里就被剥夺生命 女婴就算能成活来到人世 和男孩所处的环境 还是天差地别 在印度 有三分之一的女孩没有上学 女性的市字率 百分之六十五点五 远低于男性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一 就算有性能上学 盛行的同婚 还是可能让女孩中错 有些年参与,更多的一首歌 有些唱歌 有更多的歌曲 有更多的歌曲 有更多的幸福 有更多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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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多的女孩 有更多歌曲 有更多的歌曲 不认为 有更多的乐趣 有更多的孩子 有更多的孩子 所以 我们肯定有这种想法 男性 性侵 家暴 選擇性墮胎 樣樣都是印度女性面對的威脅 改變根深蒂固的父權結構 彈劾容易 印度女性處境 顯然不可能因為達米尼之死 一夕之間全面翻轉 德國人說 德國人說 德國人是一名的罪人的世界 昨天的事件 是說國家不能再接受 人民不能再接受 這件最可憐的 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 女人在全面的世界 我們必須要改變 我們必須要給我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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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職業 不分年齡 不分性別 眾人站出來 這股力量 可能逐步改變印度社會 但絕非一處攻擊 臺灣男女因失衡的問題 也曾經高居全球第三 在政府建立出生性別監測系統之後 成功將男女性別比 降到了25年來的新低 出生性別比的監測系統 包括對每一個醫師 每一個醫療院所都進行監測 兩年的時間 我們的出生性別比 從1.090降到1.079 再降到1.074 是25年來的最低點 臺灣性別平等指數 現在能站穩全球表現最好的第四名 鄭新偉說 臺灣花了很長時間才走到這一步 現在印度希望之火已經點亮 強暴案在印度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那所有人都會跟你說 女性在印度的地位非常的差 那女性在晚上出門的時候非常的不安全 但是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多人自願性的 因為一個強暴的事件 然後大家集體的站出來 大家這麼生氣的抗議 這或許是一個改變的契機 那在他的討論也已經從 我們要處死他們 我們要嚼死他們 變成一個 再談一個更大的改革 天文台公園廣場裡 示威群眾久久不散 圍繞著一個引人注目的紙箱 紙箱裡一紙手掌大的桃盆 點起微微火光 達米尼案發後不久 商千民眾為了悼念死者 點燃了這盞油燈 經歷冬夜寒風 這盞達米尼之火 在細心保護下不曾熄滅 持續照亮印度女性的平權之路 達米尼之火照亮了印度的女權之路 這條路還很漫長 而且充滿挑戰 特派員何鴻如採訪到了 在印度種姓制度下 遭到性侵的賤明少女 在下一集節目 我們要帶您從信仰 以及印度獨有的種姓制度 來看印度女性 如何受到宗教跟傳統的重重束縛 請您持續鎖定全球視野的專題報導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 跟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陳柏華 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